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這個金融市場最大的黑天鵝果然還是川普 好不容易在上個禮拜貿易戰雖然談不出個結果來 但至少貿易戰的相關的議題暫時高一個段落 那你說真的,謎題要揭曉是在一個月之後 所以原本風平浪靜,股市看起來全球股市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做一個人的反彈 結果沒有想到,昨天川普又再度出招 簽了一個緊急命令 意思就是為了國家安全的問題 要限制中國的電信設備進入到美國市場 講白了,就針對華為嘛 所以今天,華為相關的5G相關的股票 雞飛狗跳 所以那個川普真的是 讓人家真的很想罵髒話 本來股市好好的 結果呢,就對中國加稅 然後到一個段落之後呢 大家想說,OK 準備就基本面來做操作 他又搞了一個華為 所以金融市場就被搞了雞飛狗跳 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 那我也常在講說 金融市場最討厭就是所謂的不確定的因素 你很討厭的是 今天我花了大筆的資金 去做某一些持股的布局 但後面有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你不曉得什麼時候要爆 那種感受是很不好的 所以影響所及 他就影響買氣 所以今天呢 大盤呢 開低台度反投 最後呢,震盪收低 收在今天最低點10474點 中場跌86點 乘要量1133億 這個還是殺下去才好量喔 在盤中撐在平盤附近的時候呢 一估量只有1000億左右 這代表 這個市場人氣他是受到 川普的影響 你動不動就出怪招 那你說 大規模的資金在這個時候 進場要大買的意願 一定大打折扣 所以真的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但 這就是事實 我們只能 看著這一個市場的變化 來做一個最好的打算 比如說上個禮拜 行情再往下殺的 中間的過程 我們就讓貨員賣了一半 好,留下基本持股 像星象跟易华店 那 打下去之後 有些股票見轉折 營收獲利真的在創高的 低檔才來賣 但短線上可能要操作比較靈活一點 因為呢 不確定因素始終散 所以在這一邊就是操作上 要靈活 那最大的重點是就是說 你還是要以數字為 最主要的一個選股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有營收數字 獲利數字 營益率 毛利率 營收創新高 獲利創新高的這些 數字無敵的股價 它就會很有支撐 盤不好 它有支撐 補跌它也漲回來 盤一旦好的話 它就往上衝 所以 終究還是 要選數字最強的股票 比如說 星象 上禮拜四 大盤在跌的時候呢 它只有小跌 逆四小跌 到禮拜五呢 開始展現一個反空力道 漲3.5% 幾乎稍微高點 結果禮拜一如果說 大家有印象的話 又跌了150點 但它早盤是逆四開高尾盤 才被賣壓打下來 跌了一點點 所以立抗所謂的 系統性的風險 到禮拜二呢 大盤開盤跌190點 它開低 但是震盪收高 從低點到高點 就拉了16塊上來 這就顯示就是說 形象它在抵抗這種 系統性風險的 那種穩定度是非常的高 低檔買盤非常的強 非常強 到 昨天 就開始越來越厲害了 早盤漲6.2% 最高來到271.5元 尾盤我記得是收在267 雖然還沒有過276的高點 但收盤價那個267 它已經創下波段以來的收盤價的最高 所以實質上它已經進入創新高的階段 只差一點點過那個276 那今天早上呢 開小高273 越來越逼近276的前波高點 結果尾盤呢 大盤還是一樣 就是 這個 大盤的賣壓總是不少 所以呢 好事多磨 越來越逼近高點 越來越逼近高點 越來越逼近276 今天早上273 尾盤又掉了下來 但是呢 它的一個價位是越電越高 越電越高 276 第一波嘛 215到276 我們是賺了61塊 28% 打下來沒有多少 又來到268 再打下來 這是川普利空 再拉高到273 所以越電越高 越電越高 所以如果說下個禮拜沒有意外的話 所謂的沒有意外就是 如果市場可以風平浪靜就好 不用有中大力多 川普不要再出怪招就好 只要市場不要再殺 維持一個區間的整理 即便是沒有量都不會動都沒有關係 我認為他就很有機會去挑戰這276的高點 因為其實 現階段市場利空 就是貿易戰 貿易戰打的是 從美國 要去出口到中國的 要被瞌睡 從中國生產 要去出產的 要去進口到美國的 要去瞌睡 但是呢 形象是軟體廠商 當然也有硬體 商用機台 硬體的部分 廠房產能都在台灣 不管他出給北美 或者是出給中國 或者是東南亞 那個都沒有貿易戰的問題 另外一個佔營收超過八成的 是軟體業務 就是所謂的網路遊戲APP的部分 手遊的部分 跟貿易戰完全無相關 所以基本上它是豁免在貿易戰之外的 所以如果說未來貿易戰它真的打不停 市場資金它終究是要找一個所謂的資金的出口 一個避險的出口 那 新項的部分 基本上我認為它是一個避險的出口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一季EPS4.54 稅後 創單季新高 1到4月份的稅前獲利7.52元 7.52元 當然 單月的 單季的 或者你要統計前四個月 當然之前不會有人這樣統計 這個都是一個新高數字 那這部分呢 包含三月份的營收 三月份的營收創高 單月份的獲利2.21元 4月份的營收掉了2000萬 但是呢 它的單月份的EPS 稅前的EPS 2.17 只差7分 只差4分 只差4分 那為什麼營收掉了比較多 獲利掉了比較少 因為呢 它的APP的付費率 在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大增了200% 我也解釋過嘛 比如說金侯爺 它的會員人數 假設是100萬 這不是精確的數字喔 我是舉整數 我給大家做一個例子 以前在發發發的時代 那付費率只有一% 100萬只會有1萬個人 做付費 這個是我隨便舉的例子 舉整數大家比較好理解 但是發發之後呢 變金侯爺 會員人數減半 堪半 但是你不用付全力金 但是你導入AI之後呢 經過這一年多的練兵 它的付費比從1%變成3% 所以原本100萬有1萬人付費 現在會員剩一半剩50萬 但是卻有3% 就是1.5萬人願意付費 所以實際上來說的話 它的獲利是成長1.5倍 1.5倍 但是呢 它少付了全力金 好給澳洲的廠商 每個月的收入不用分喉 差太多了 所以那獲利其實是被觸犯 那付費率 AB月付費率大增 我會解釋說 手遊 他們都是已經經營很久的遊戲 並不是像說 有的遊戲剛上市 他要做廣告行銷嘛 所以你看YouTube 如果說你有看YouTube習慣的話 最多的廣告都是手機遊戲的廣告 這是第一 或者是公車車廂 電視或者網路媒體等等 那些實體通路的廣告 那個都要錢 而且那錢花了不少 當新遊戲在上的時候呢 常常這種廣告費用 他會拉得很高 所以營收衝高 費用也拉高 反而都沒什麼賺錢 但是當你是已經行之有年的遊戲 會員人數非常穩定的好幾十萬 但是你是用遊戲內部的行銷 讓付費率呈現一個倍數的成長 簡單的講 你在打遊戲的時候 他推播出一個行銷的一個方案來說 現在有什麼優惠 你只要儲值 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的寶物 什麼的 那就是不用貸錢的 那是員工在內部做設計 然後透過軟體發訊息給你的 那個沒有廣告行銷費用 所以也就是說 當付費率增加 造成營收的成長 那都是公司多賺的 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解釋說 4月份的營收掉2000萬 獲利只掉了200萬 這代表它的獲利結構在加速的往上跳 營業率 毛利率 淨利率不斷的往上跳 這個是重大的加分 所以公布的地界財報也驗證正常社看法 第一季毛利率從去年第四季87.3 上升到91.2 營業率從33.2 上升到37.3 那我也解釋說 毛利率35%的 十幾%的 因為一個市場可能景氣的短期結構的變化 比如說產品價格比較好 或者是庫存清完了怎麼樣 毛利率你說要變化個4% 那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你長期毛利率穩定在80幾%的這種遊戲軟體股 你要在這個架構之上再跳個4%上去 那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代表就是說那獲利的一個 一個改善的那個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進步的幅度非常大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大力度 所以這個就回歸到鄭老師常在講 我的超軟心法的第三條 毛利率往上的股票是最飆的 所以現在最近算說真的盤真的是有夠爛的爛 那股價還不算真的飆上去 但是已經非常非常的強勢 如果真的盤是真的可以穩定的話 這種股票你說一口氣漲個五成 抱歉50塊錢100塊錢 在過去的經驗 這個不是並不少見 並不少見 那一到四月賺7.52 我會解釋說第一季會是今年最低 第二季往上跳 大概增個兩三成 就看商用部分 手游部分沒有問題一直在成長 商用部分就是看出的順不順利 第三季會是最旺因為暑假 第一季會掉一些下來 傳統的都是這樣子 但會強於第一季 所以今年最低點在第一季 就賺了4.54元 所以全年大家賺個22塊跑不掉 那上看24塊的幾率 這個是存在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 前面三年都賺12塊多 股價大概就低一點100多 中間只大概180塊左右 高一點就200多塊 但今年的獲利是比前面三年 要成長大概超過一倍 2016年三年前 他的獲利是12塊78 股價最高322 那今天的股價 也不就最高最高273 收盤價 收盤價261塊 所以不要說 離歷史的高檔什麼480塊 還有段距離 離三年前獲利只有12塊多的高檔 322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就說這種股票 又不是貿易戰影響 我認為低點有限 逢拉回買 你都會賺錢 拉回買 就準備要重新高 這次會拉回多少 我不知道 Maybe其實他拉回幅度 根本就有限 但是我認為他後面 將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波段 所以 川普很讓人覺得非常的生氣 但是其實換個角度想 他也讓一些好股票 出現了非常難得的一個 你可以去買他的一個點 所以如果說你的持股部位不高 或者是你想正好要換一些 在財報上非常突出的股票 那你覺得你手上股票沒有機會 但是有些好股票被錯殺 補跌下來之後呢 為了他空間是大的 這時候就是換股的機會 所以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比如說 我也很想罵上化了一華電 就今天呢 又被殺到113塊半 你說有什麼道理 殺成這個樣子 因為今天只要站上華為邊的 只要華為是主要客戶的 什麼生化甲啦 一華電啦 很多股票 全部都殺得回頭獨裂 那華為過去賣到美國的設備版 就不多嘛 那台灣的這些供應商 其實主要出給華為的 都是跟手機有關 跟他的5G設備 其實那個觀點都不大 所以這一次 真的又是被川普搞華為 結果華為概念股 今天全部殺 所以今天一華電 就殺到113塊 這個真的就是市場作殺啦 但市場的非理性 本來就是市場的一部分 那我們要嘛就是看到利空 先砍再說下面再減 或者是我們覺得捨不得殺低 我們就只能承受他 等待他波動完不遺之後 再回到一個合理的一個價位 那五月份 四月份COF漲價 五月份據我所了解 前兩三天才剛漲價 六月份呢 因為缺口越來越大 應該是陸續要漲 因為這都是鄭老師 從業界的朋友所了解的 大概是很貼近市場 真實狀況的一個訊息 這都不會跟你亂騙 所以四月漲價五月份就漲 六月份準備要再漲 六月準備要再漲 而且我就想到就是說 COF單價只有10到20塊錢的台幣 含封裝的成本 只要10到20塊錢 那一支手機三萬多 裡面一個零件 10塊20塊 這個零件呢 如果缺貨了我整個 全部的手機就不能出貨 它重不重要 它很重要 所以它一顆都不能缺 缺了我就出不了手機 但它成本很低 只有10塊20塊錢 它漲價會痛嗎 說真的我不會痛 我只怕買不到 我怕它漲個三成五成一倍 其實我都不怕 所以COF不怕變成一個戰略物資 奇貨可居 不怕漲價 但是不能缺貨 所以華為已經跳下來 顧料 加價 房產能 要求廠商 易華電 齊邦趕快把兩率拿高 因為下半年 它的使用的量會更大 因為Apple還要下來搶 相關零五線 所以如果不是川普 今天它股價在這個位置 被川普打下來 基本面毫無變化 反倒我認為它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買點 所以有持股的 忍耐一下 股價會還給你一個公道 沒有持股的 趁機你可以買 如果說你有持股想要換到未來 更有展望的更有空間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選股的一個標的 選股標的 當然 財報剛公佈完畢 我們有看到非常多 就像星象一樣 財報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認為當行情穩定之後 它那個一個波段上去 Maybe 是三五成以上的一個波 這個波段行情 現在就是說 正是從財報中尋找黃金 尋找鑽石 挖寶上的最好的機會 當大家都還沒有真的做足功課 把這種股票拱上去之前 這時候就是你要挖寶上的時候 所以昨天我們就說 索定一檔最新的財報金銘股 這檔股票是高價的 三文數字 DG的EPS 年增超過10倍 是超過10倍 不只10倍 超過10倍 DG的營業率更恐怖 大增的是5% 就像我說的毛利盈利率成長的 都是會不要 它的盈利率是從5%跳到20% 這個幅度非常非常大 非常恐怖 那股價又從高檔修正了36% 那如果說從這個低檔 再回循著財報營收的成長 再回到高檔的話 就五成的空間 就五成空間 所以現階段就是進場 在財報中尋找這種保障 未來可以幫你賺個三五成 甚至一倍的 這種好股票的最佳最佳的實際 那當然我知道大部分人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時間 沒有這個專業去研究財報 去找出好的股票 看到數字 你也不知道要買什麼 那我幫你選起來 我幫你選起來 所以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說你想要拿到最新的財報金平股 只要今天來電 來電 曾老師就把這股票送給大家體驗 最新財報金平股 今天來電就給大家體驗 那先進廣告等回來我們再聊 小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面對金融市場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美國總統川普 你說鄭老師感受什麼樣 我可以很誠實跟你講 我也覺得很幹 我也很想罵髒話 但終究你要冷靜面對 因為每一次的危機 當它是沒有傷害基本面的危機 而導致股價的下跌 你回頭去看它 它都是一個財富重新分配 它都是一個賺大錢的最好的機會 這是每一次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但是在當下你會覺得很不爽 這是事實 但在一個分析使者的立場 要保持理性 告訴大家說 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但是好機會 它會在財報最突出的股票裡面 它會產生最好的機會 你不能隨便亂買 你亂買 你會受傷 但你買對了 買對趨勢 買對財報的股票 買對營收獲利 毛利利率一路往上衝的股票 它在當下被托殺 未來終究要還給你一個 實在的正義跟公道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是 你買這種股票的好機會 比如泰塑 禮拜二殺到49.8元拉上來 我們把持股買回來 前一波買39賣65 殺到49塊半 你回答25%夠了 雖然當天定市大漲到56 昨天57.8 早盤來到58.1 尾盤無奈的又掉下去 又是被川普搞的 因為華為代表5G 散熱也是5G 所以相關題材股票 今天尾盤都不好 但是因為它有具有先修正過的優勢 我認為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前一波是買39賣65 賺了66% 這一波賺得非常爽 一個多月整理了25% 修正已達25% 先整理過了 這是優勢 三月四月營收創高 過去四五月營收是傳統低點 但是四月份營收 卻創了歷史的新高 這告訴我們是 今年的5G記憶體訂單 真的非常的強勁 第三季如果進入傳統旺季 5G的是新的 傳統的再拉上來 它會旺上假旺 所以今年下半年會非常非常好 所以股價大漲第一波 這是初升段 整理完之後 再醞釀一波真正的主升段 下一波行情恐怕 幅度可能會更大 所以第一波賺了66% 第二波可能不會一口氣賺那麼多 但是會有來回操作的空間 那我們就是慢慢的做 慢慢的做 然後後面會醞釀一波真正的主升段 那剛剛說的就是說高價的財報金銘股之外 另外還給大家一個低價的選擇 那這項股票也非常強勢 連世宏創轉高 很有可能壓不住 三月份營收大增1.2倍 1.2倍 四月份營收再增兩成 所以這兩個月的營收持續的往上跳 而且那跳升力道非常強勢 非常強勢 所以人家賽旦季他是旺季 那他是因為接貨無線藍牙耳機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真無線藍牙耳機 各個品牌都要出 AirPods什麼各品牌都要出 這個銷售量越來越好 接到藍牙耳機的大單 第三季會比第二季更旺 推伍第二季可以賺到6到7毫 年增大概三倍 第三季1PS一塊錢起跳 那這家我說是低價的財報金民股 股價只有不到30塊錢 所以我預估 他大概四五成的空間 所以現在就是說很多財報 剛公告那非常非常犀利的營收 跟財報數字的股票 因為市場的狀況還沒有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漲幅 後面都會都會漲上去 所以這就是你介入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所以不管是你要買高價的財報金民股 或者是低價的財報金民股 只要今天來電 我就把這兩檔財報金民股 給大家體驗 讓大家有機會在低檔 跟我們同步進場 大轉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祝大家超市順利 再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現現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